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受賄 行賄 謀取人事利益 中國前防長李尚福遭開除黨籍移送法辦 丁薛祥任新職 中南海釋放三大政治信號 中南海內憂外困 三中全會日期敲定 步步驚心 一柄立正直擊中共死穴 美戰領治高點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6月27號星期四 請關注我們的副頻道 在視頻結尾會介紹今天副頻道的內容 請大家多多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讓我們的親朋好友得到最新的內幕資訊 做出正確選擇 在亂世中自保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受賄 行賄 謀取人事利益 中國前防長李尚福遭開除黨籍移送法辦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27日召開會議 通過中央軍委關於李尚福問題審查結果和處理意見的報告 決定給予李尚福開除黨籍處分 待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時予以追認 並終止其黨的二十大代表資格 並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軍事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報導指出 2023年8月31日 軍委、紀委、監委對李尚福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 調查發現 李尚福嚴重違反政治紀律 不履行全面從嚴制黨政治責任 對抗組織審查 嚴重違反組織紀律 違規為本人和他人謀取人事利益 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 並收受巨額錢款 涉嫌受賄罪 為謀取不正當利益送給他人錢款 涉嫌行賄罪 審查調查中也發現李尚福其他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線索 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 李尚福嚴重污染軍隊裝備領域、政治生態和產業領域風氣 給黨的視野、國防和軍隊建設以及高階領導幹部形象造成極大損害 性質極為嚴重、影響極為惡劣、危害特別大 調查發現 李尚福嚴重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和利用職務便利受賄、行賄 給黨和軍隊造成極大損害 李尚福自2023年8月以來 未公開露面 傳聞稱即因軍事裝備採購腐敗、接受調查 丁薛祥任新職 中南海釋放三大政治信號 阿波羅網唐寧報導 綜合新華社、北京青年報等大陸媒體報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 近期獲一項新任務 丁薛祥在6月25日在全國科技大會和兩院院士大會 第二次全體會議上 首次以中央科技委員會主任身份對外亮相 並做總結講話 《人民報》報導 丁薛祥是中共政治局常委 排名第一的國務院副總理 但就實權來看 丁薛祥卻不如何立峰的實權大 近期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前夕 丁薛祥政治聲調有所抬身 此次 陸媒披露出丁薛祥任職中共科技委主任 似乎表明丁薛祥正在重獲政治空間 這也同時釋放了中南海三個政治信號 第一個信號 丁薛祥似乎二十大後 反而失去了習近平的信任 這點確實是事實 如今重出江湖 有可能表明其政治暗淡期漸漸逝去 目前重獲習近平信任了 第二個信號 李強全力在收縮 丁薛祥出任中央科技委員會主任 這名總理李強與這一職務失之交臂 第三個信號 科技大躍進 拯救經濟的猛藥 丁薛祥在6月25日的 中央科技全國科技大會 和兩院院士大會 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強調 要以新型舉國體制推進科技創新 丁薛祥是典型的技術官僚 卻滿嘴的黨話 這是釋放黨管科技 科技大躍進的信號 6月2日 習近平在科技大會上強調 要把科技命脈和發展主動權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習近平提出 中國的目標是在2035年建成科技強國 支撐經濟實力 國防實力 綜合國力整體躍進 舉國體制大搞科技大躍進 是拯救經濟的猛藥 這無疑是十足的笑話 中共近年來砸下了數萬億開發芯片產業 結果是每年大約數千上萬 芯片相關企業破產 黨管科技意味著科技將死 舉國體制意味著科技大躍進 拯救經濟靠運動 明白著就是重回毛澤東治國路線 全民折騰 開歷史倒車 中南海內憂外困 三中全會日期敲定 中國經濟陷入困境 高層內鬥激烈 延宕舉行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 6月27日終於公佈具體會期 中共黨媒報導 中央政治局6月27日舉行會議 會議決定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 於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該會議聲稱 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 但會議強調堅持黨的全面領導 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等等 步步驚心 一秉立任直擊中共死血 美佔領制高點 美東時間週二6月25日 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了一個重磅法案 法輪功保護法案 按美國立法程序 隨後參議院將通過類似法案 然後由美國總統簽字後 將正式生效 時事評論員秦鵬在秦鵬觀察節目中表示 這部新法案它有三個非常獨特的地方 第一 這是美國第一次立法 要求調查中國器官移植真實情況 中共掩蓋了20多年的活摘器官的罪惡即將揭開 第二 這是一個掌牙帶刺的法案 具有懲罰效力 法案要求在本法頒布之日起180天內 總統應向適當的國會委員會提交一份外國人名單 其中包括中共高級政府官員 軍事領導人和其他 總統確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 明知對非自願摘取器官負有責任或共謀 或直接或間接參與的人 這些責任人將被禁止凍結資產和禁止入境美國 他們辛辛苦苦搬到海外的資產會消失 法案主發起人國會議員佩里先生認為 對法輪功的迫害是種族滅絕 他要確保那些以任何方式參與活摘器官者 都將被追究責任 法案還要求禁止美國與中共在器官移植領域的合作 採取必要措施 迫使中共停止活摘 並與盟友和多邊機構協商 關注法輪功遭受的迫害 共同制裁中共 這意味著 一方面 美國和盟友圍剿中共的行動 將站上道德高地 因為 過去美國政府的貿易戰即限制中共高科技 歐洲和加拿大等跟進對中國電動汽車加徵關稅 更多是基於利益和國家安全 但現在不一樣了 因為中共活摘器官是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 所有國家必須表態 過去為了利益而不肯和中共決裂的人 都必須做出選擇 另一方面 中共活摘器官罪行被確認後 還將會引發美國和盟友對中共更大更密集的制裁 目前 美國兩黨和80%以上的民眾認識到了中共的邪惡 當隨後活摘器官罪惡被美國國務卿 衛生部長 和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三大巨頭確認 那麼 美國必將出台對中共更加嚴厲的法案 中共的末日不遠了 第三 新法案也要求國務卿 衛生部長和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 提供過去十年中支持華人器官移植研究或中美實體合作的所有美國資助者清單 預計海外參與者為了自保 將主動向美國政府提供更多的中共犯罪證據 秦鵬還說 讓他看著觸目驚心的事 法案中說 2021年6月14日 聯合國人權專家發表聯合聲明 對針對中國被拘留的法輪功學員 維吾爾族 藏人 穆斯林和基督徒等 少數群體的所謂器官摘取的報導表示極度震驚 也就是說 中共已經把黑手伸向了中國更多人群 最新副頻道的內容是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來觀看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阿波羅網副頻道 您在我們的頻道首頁向下拉 有副頻道的圖標 點擊就可以進入副頻道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也有副頻道訂閱和贊助鏈接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您的每一份支持和鼓勵都溫暖並激勵著我們 請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和鼓勵都統噢 八 consolid 您可以說